圣经描述耶稣基督时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但是,有人说宇宙的起头是由星云变成的,这种说法和科学的原理相冲突。 因为星云是没有生命之物,而没有生命之物不能变为有生命之物。 如果说万物的起源是由阿米巴演变成,那么更与科学原理不合,因为绝对没有这样简单的阿米巴可以变成构造这样复杂的人类的道理。 正好像生中倒不出斗米,没有钱买不到饭吃,又好像鸡蛋,所以能孵出小鸡,必须先具备小鸡应有的各种元素。 大物理学家荷尔曾说,物质变化生热,是由复杂而变简单,是一种退化现象。 例如油变为雷,雷在自动放热,变为牵制,都是复杂变为简单,这是物理的基本定律。 宇宙绝对没有自己从简单变成复杂的可能。 一部机器所以能按时工作,因为有工人,船按航路行走,因为有舵手,难道宇宙这部大机器会没有管理者吗? 宇宙的有条不紊,已成定律。 你能说没有一位规定这定律和维持这定律的主宰吗?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定律的产生,必定具备下列两个条件。 一思想 二,能力 思想是用来计划和拟定规律的,能力是用来保持和推行规律的。 难道有一国的律法或是学校章程,不经思想便可编程,不用能力便可维持的吗? 管理宇宙的权力从哪里来?是宇宙的附属品吗?绝对不是。既是治理宇宙的权力,那么必定从宇宙以外而来。 一个风筝飘在空中,你说没有看见他的线声,难道就不相信有一个人拉着他吗? 如果我们称那制定和操纵宇宙规律的为神,可以不可以呢? 总之宇宙的起源,无论怎么解释,太初的宇宙,必定向钟表选紧了发条,含出巨量的能力,然后随时发泄才可以成功。 如果是这样,那么又引发一个合理的问题,谁曾选紧了这个宇宙的发条呢? 如果一位科学家偶然发现了一颗新星,或者无意碰着了一条自然绿,那便了不得了,普世必定热烈庆祝他的成功,称赞他的知识。 但是那星并不是他造的,那自然绿也不是他制定的,他只不过发现了它们而已。 现在,如果我们想起那星辰的建造者,那自然绿的定力者却是冷淡不加理会,而且还硬说没有它,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再看世界上的物品,虽有千千万万,但是组成万物的元素只有百余种,例如食言,是由纳绿两种元素化合而成的。 水是氢氧两种元素化合而成,糖有三种元素,面有十六种元素。 正向英文单字虽有几万,但它们的组织不出二十六个子母以外。 宇宙万物虽多,都是由一百多种元素变幻化合而成。 宇宙的形形色色,既有少数的元素化合而成。 这样就又引发第二个合理的问题,谁是那位脑力充足,智慧满腹的化合者呢? 一件事物的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需要工具,第二需要智力。 如果要排列一个算式,必定先有十个数字作为工具,然后运用智力使它安排合理,再用十个数字利用智力解答各种算学难题。 文学也是这样,英文二十六个字母是作文的工具,字母本身,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符号,必须等到运用了智力,才能联合而成文字,或为诗歌,或为宣展,或为讲和,或为文章。 论到宇宙的奇妙,怎么能说不是由于一位大智慧者,运用各种元素和智力创造而成的呢? 你看昼夜月说都有定时,分秒不差。 春夏秋冬,四季寒暑,千年不变。 月绕地球,地球绕日,都有一定轨道,不差毫厘。 假如每日只差一秒,好像不很多,六千年来,要差六百小时了。 我们现在每日不是二十四小时,乃是六八二十四小时了。 公园如果没有花匠管理,必定荒无灵乱。 你如果看见一个花园花木繁茂,整齐清洁,就只肯定有个花匠管理。 你虽没有见到那位管理的花匠,但可断定确有花匠,否则绝不会有秩序。 所以伟大奇妙的宇宙,一定有一位神来管理它,来定规它。 这位神就是圣经中描述的耶稣基督,他是神中药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西伯来书一章三节